各位同學看第二條,B,E等於ED,B,E等於ED,看到了幅圖給了你,這兩節是一樣的 其他數字都在了幅圖,現在問問A,Find the length of B,E 好,我們要找一個三個形的邊廠,如何找呢? 我們都類似的,我們應該找回它在哪個三角形上,以及它是否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是否直角三角形都重要,因為如果它並不是直角三角形,其實我們就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找 暫時來說,在中二的程度之下 所以要留意一下它在一個三角形上,我們應該很快發現這條邊很明顯就是A,B,E這個三角形上 然後,它可否用A,B,E來找呢? 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因為在這一刻我們根本不知道 Triangle A,B,E是否一個直角三角形,而你看看 Path B的問題,就是叫你Prove that Triangle A,B,E is right angle to triangle 即是說,根本我們都未證明它是直角三角形,我們不可以用不時定力 Pirfectural theorem去找的,因為它們之間這邊根本不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它有沒有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就只可以用有直角的三角形去幫忙,即是這個,BCD 我們在這個直角三角形中,我們都有兩條邊,我們可以找到第三條邊 而這條小三條邊,又正正就是我們想找這條B,E的兩倍,即是這條B,D 除以就是B,E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Triangle BCD去找 我們要記得留意,我們一定要留意 究竟各個的三角形有沒有直角 要有直角才可以用不時定力 用不時定力,第一步我們要找哪一條邊才是它的hypotenuse 即是它的斜邊,是它的直角對面那條邊 所以我們要找到的應該是B,D 它的Square 應該等於另外兩條邊的Square 相加 BCSquare 加CDSquare 這個我們用了的就是Pirfectural theorem 好,成功寫適合這條星,我們下一步就可以計 好,Sub實調數字 24Square 加CD是18Square 那現在我們可以計到這個B,D Square 24Square 加18Square 就是98 好,按下一個我們就是開方 記住左手邊右手邊一起開方,所以開方98 這個就是30 OK,BD是30 有沒有單位啊?沒有單位,你看到 那些數字沒有單位,記住 每次提一下提字的 我們在寫的數字是甚麼數字,有沒有單位 有單位,記住要寫單位 好,但未答完,我們最後要回答 Length of BE 是多少 OK,BE呢? 是多少?是半個BD來的 OK,因為這條問題給了我們 B,E 也就是半個BD OK,我們就是30 乘以二分之一 好,倒轉的寫的數字 等於15 OK,按就答完了 Length of BE 就是15 好,接著是部分B Prove that Triangle ABE 是Right Angle to Triangle 好,我們要Prove 我們要證明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要怎樣Prove呢? 怎樣證明呢? 那我們就要分開它來做 甚麼是分開來做 就是我們要先找一找 最長的那條邊 最長的那條邊 OK,哪條邊最長呢? 我們看一看這幅圖 那就應該是這條的了 都不一定應該了 你看到,我們計算了是15 OK,15計算了 這條是8 這條是17 那17好明顯是最長的了 我們計算一計 最長的那條邊的Square 是多少 OK,第一步 第二步 我們就計算一計 另外兩條邊Square 相加 是等於多少 我們要計算分別地 分別地計算一下 這個Square 是多少 然後這兩條邊Square 是多少 它們不是等於 它們是等於大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三角形 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OK 因為我們就是 倒轉的 Hiveka Sphere 不是定理 我們說的是 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就知道 這三條邊 是會有一個A² A² B² C² 但是倒轉 我們要證明它是一個直角三角 我們可以由它們三條邊 它們有沒有這個A² A² B² 等於C² 的這個關係 去證明它是 不是一個直角三角 OK 當我們未知道它是 不是有這個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說它們在雙等 我們要計算一下它們是 不是雙等 有一點複雜 就是在這個Idea上 希望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我寫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們會怎麼做 我用另外一筆寫題 A B² 我們用最長的那條邊 17² OK 這裡是多少 289 就算了 計算一下 最長的那條邊的2個 等於C² 好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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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兩條邊 這個是A E的2個 再加 B E的2個 另外兩條邊的2個 上加 8個 加15個 OK 那都是按機的 這樣按一下 我們就能看到 289 OK 有機會不一樣的 有機會不相等的 不相等的話 我們就得到結論 它不是一個 Right Angle triangle 但現在我們看到它是相等的 即是我們看到的 寫下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因為 我們看到的就是 A B² 是等於 這個等於很重要 這個等於就是我們發現了 原來它們是等於的 這個等於是我們發現了原來它們的等於 我們本身不知道 我們本身不知道它們是否相等 我們計算了之後發現它們的相等 因為我們發現了它們的相等 這是原因來的 所以我們結果才得到 原來這三個形 A B E 是一個Right Angled Triangle OK 我們要弄清楚那個因果關係 我們才寫得清楚 OK 這個是一個Right Angled Triangle 但當然我們要有原因 即是有些Reasoning 去解釋 OK 我們的原因就是 它們兩個相等 那憑什麼說這句 它就是Right Angled Triangle 憑什麼 最後要說回來的 我們憑那個Theorem 的理論就是 Converse of Pythagoras Theorem OK 這個是Converse of Pythagoras Theorem 就是我們把Pythagoras Theorem 倒轉來運用的一個Theorem OK 這個就是專門來證明 這個三角形 究竟是否直覺三角形 OK 我們要證明直覺三角形 大家看到這條問題 一定在問這個 可能不是寫Pythagoras 可能不是寫Pythagoras 而是Determined Vether Triangle ABE 以寫Right Angled Triangle OK 那你的字眼也是一樣的 那就是 要你去證明 它是直覺三角形 那我們基本上的寫法 有10次 10次都是這樣寫的 OK 只要記住我們要怎樣證明的步驟 我們每次寫一樣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 就是這樣